为了要厘清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政治现金的金流 基隆市长谢国良 今天在上午也被依照证人的身份来传唤 查证柯文哲随身典内记载 谢国良200的内容 稍早也来到了北柬附讯 对于是否卷入政治现金案呢 谢国良日前曾经回应 家族的企业确实跟民众党有往来 若是检方要求说明 他也会讲清楚这个部分 在今天谢国良在上午来到了北柬附讯 而另外在木可公司负责李文娟 今天也是呢再次的被约谈到案 调查局将李文娟移送北柬附讯 在之前调查之前 检方呢就认为李文娟 涉犯未造文书罪嫌重大 但无积压必要 预订是1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在木可负责李文娟的部分呢 也再次的遭到约谈 持续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 简连在搜索柯文哲住家 搜出了关键的USB的随身碟 刚刚你可以看到包含了谢国良200 那么被提到的就是呢 在这个2022 11月1号小省1500 媒体日前爆料 还有柯文哲在这个家里头 被找到冷钱包 这些恐怕都跟清流有关系 现在要来解密 大家也都非常关注 那么民众党的立院党行主任 陈志涵自己来爆料了 他说所谓这个USB啦 或是冷钱包 他说这个盒子 这个就是厂商送给官员的一个纪念礼物 他在节目上就说 现在呢 这个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说 他说关于USB或冷钱包怎么来的 看到这个东西 很可能呢 这个现在有很多比特币冷钱包盒子 一个包装金买的盒子 里头有一个卡片 检调人员看到这个盒子 可能觉得如获至宝 觉得这个就是冷钱包 这个里头就是藏了1500颗的比特币 所以就很高兴 那么检调人员呢 就想要把它带走 那么陈佩吉就说 好吧你就拿去吧 那这个盒子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柯文哲 过去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曾经出席了一场活动 科技厂商给了很多官员 一个纪念礼物 柯文哲也因此被说是个贪污力 他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件 而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就说了 这个USB哦 现在遭到破解之后 账册上面的人也一一认了 曾经送钱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柯文哲就是一个 卖党求精的金光党 好到底这个冷钱包 到底这个USB 是所谓呢 纪念品还是真的是有这个金融的部分 而民众党呢 在这个周末要来举办变装游行活动 也呼吁所有的支持者上街 要抗议赖政府党解媒一体的鬼故事 同时拿出赖清德过去时任立委时期 护航前总统陈水扁 称积压伤害人权 压人取贡 现在也要来问问赖清德 到底在搞什么鬼 不过也遭到台北市院简书培反酸 最多鬼故事的就是民众党 金华城闭案 柯文哲严压与否下周揭晓结果 民众党大算会不会被严压 只得问总统赖清德 赖清德十六年前 说积压是侵害人权 有证据可以起诉 现在我们看到了赖政府 到底在搞什么鬼 给你们查了两个月 金流查不出来 命要将金华城扣连本党依法 申报的政治现金 柯文哲或者是民众党 要去细数别人的鬼故事 来吓人的话 不如把自己的鬼故事拿出来 我觉得更吓人 民众党居然 连柯爸爸的病情 都拿出来消费 我觉得这才是最鬼的鬼故事 炮轰赖政府 党检媒一体 侦查不公开 便全公开 民众党号召支持者 上街变装游行 看看赖政府到底搞什么鬼 立委无私要批评 民众党全台宣讲 操弄民粹 这才叫做政治干预司法 双标至极 过去谁透过上街头表达 对司法不公的抗议 民进党司法改革政策承诺跳票 现在好意思反过头来检讨 在野党 民众党抗议活动全台遍地开花 但有小草号称是白色游记兵团 既然声称有武术训练 还有木剑竹刀基础擒拿训练 遭质疑是要煽动暴力 对抗轻鸟吗 民众党澄清 这只是民众的自发性活动 呼吁外界不要放大解读 距离柯文哲积压期限将至 支持者情绪日发激昂 就怕爆发暴力事件 民众党呼吁党员遵守党计 不要从事有损党域的行动 记者林俊峰 蔡米鸿台北三文报道 好看到检联侦办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涉入新华城的边当中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在法务部长郑明迁 也遭到了立法委审审发会号来质询 就来问问了 这个最近的报道这么多 郑明迁是说近期报道 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但是大家来看到 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但是呢特定的媒体 不断不断的报道 甚至呢从8月30号到10月20号为止 光是报道柯文哲这个案件 去报道80篇的新闻 10月8号当中甚至高达8次 只要靠这个案子吃穿就够了 过程当中有传唤记者了解 但是根本没有发现就结案了 但是呢在这个郑明迁的部分 还是坚持表示报道 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就连自家人 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庄瑞雄 他都敲捉怒骂 他说你说没有不然是鬼吗 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法部长郑明迁说呢 在这个部分并没有违法 那么持续大家还关注就是 柯文哲被起诉的可能性呢 甚至在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被延压 那么郑明迁就说 有羁押定罪率就会很高 这10年来统计 有羁押处分的起诉率是98% 不过呢也因为在这个柯文哲 要可能被延压之前 好大家还是会先来关注 就是审庆金的部分 还有就是在应小微 吴说明的部分 那么审庆金的延压停工房 3.5个小时还压 这个结果会在10月29号之前 才定出炉 而整个案件持续一再的遭到 特定的媒体曝光 法务部长啊诉苦说压力很大 现在也遭到国民党的委员 卢立强反酸 郑明迁有像民进党总召科建明一样 在全民电通案当中 官说施压吗 国民党立委洪梦凯也点出 媒体经常能够在看守所外头 拍到被害的嫌疑人 这是不是有通风报信 也要求法务部要全面来检讨 请问部长 昨天我针对侦查不公开的咨询 你觉得我是在干涉个案吗 这部分我也没有提到个案的问题 谢谢你 感谢部长 公开打脸的吴思瑶 吴思瑶就是一个想护航 却常常帮倒忙的绿色猪队友啦 吴思瑶昨天影射 我是质询是干涉个案 他说这个干涉个案的质询 对部长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部长你回答什么 如果干涉个案的话 如果说有这些的话 我当然会有 你回答 你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我到底给了你什么压力 请问部长我有像柯建明一样 官说你 叫你指挥底下的检察官 不要上诉柯建明 让他无罪逃遇吗 那你附和一个造谣者 就是个造谣的共犯 什么叫承受莫大的压力 昨天我们主席还问你这个问题 你也不肯回答 谢谢你今天还我清白 昨天我们也在讨论说侦查不公开啊 你当然这边都讲是说没有没有啊 但最近新闻我觉得是乱象很频传啊 有这个嫌疑人在被收押境界 但是他出庭 他光出庭的时候出来 然后刚刚那个画面 媒体就去拍 那我想是说第一 出庭的时间 媒体怎么会知道 也许有人通风报信 他今天会出庭 拍到那个画面之后啊 开始政论节目大作文章啊 然后光一个有没有眼镜 然后释放什么讯息 出大事了 我想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都让这些名嘴来治国就好了 这部分我会请抬高检来 来请北检 督导北检来做 不只北检啊 我觉得是全台湾的 我想做一个看看 如果说这个有委员关心问题 我们就适当的一个遮掩 不过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不是一个公开场 我没有故意要给媒体做一个知道 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